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幸福心愿就是将来能有一台电动轮椅 好 来 幸亏 其实这个轮椅是有双重功能的 一个是它的腿 一个是它的拐杖 这个轮椅是有双重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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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从你们身上却看到了最朴实的一个情感 所以身高啊 年龄啊 体重啊已经都不是问题 丈夫想要妻子坐上这个电动轮椅 其实就是丈夫对妻子最充满爱意的心愿 所以我们伪提供珠宝愿意为你们的心愿电动轮椅助力2000元 谢谢 谢谢 刚一上场的时候觉得你们两个人差距好大 从各个方面啊 就觉得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呢 听你们聊了下来呢 就觉得我们面前的就是一对平常的夫妻 他们有互相体贴 互相关爱 还有那么一点小嫌弃啊 对啊 就像我们一样 其实呢 这种感觉真的是特别好 特别温馨 也特别温暖 我觉得只要怀揣希望 日子也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快乐 是 关键看咱们怎么选 对不对 对 对 为了你们的幸福心愿呢 翠生生薯条 愿意助力3000元 谢谢 谢谢 实现你们的愿望 谢谢 谢谢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看到有多种爱情 有的爱情呢 叫做吵吵闹闹 有的呢 像你们这种呢 属于叫相依为命 还有的呢 是互相帮助的 互相仰慕的 各种各样 但是呢 我觉得所有的爱情 必须有一种 对对方是有一种依赖 一种思念 一种就是我特别希望他老在我身边 而你们两个呢 是经常在一起 而他是他的拐杖 他是他的轮椅 所以说呢 我们梅尔木医院呢 愿意助力2000元呢 帮助你们二位实现 轮椅梦和拐杖梦 其实你的电动轮椅 还是他的拐杖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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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刚才图雷老师在问你们 关于这个爱情方面的一些抗话的时候 其实我替你们两个着急 我觉得肯定回答不出来 为什么呢 其实你们两个人 就是一个纯粹的过日子 就是把这种相濡于墨 把这种相依为命 诠释得非常好的一种 现实版的一种夫妻生活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不需要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 我们就是过日子 你们两个其实真的是 为我们现实当中的很多的夫妻 很多的家庭 这个给了很多的一些榜样的一些力量 所以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刚才你们提出来的这个幸福心愿 我们熊九集团也肯定会帮你助力 帮你们实现 所以我们熊九集团也愿意捐出3000块钱 第一 帮助你实现你的轮椅的梦想 第二 可能让你的生活 可能过得略为好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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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俩的生活才真正的适合了那句话 婚姻是什么 婚姻就是人生不易 找个队友同舟共聚 对 好 对 好好过下去吧 相依为命 同舟共聚 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 谢谢 好吗 谢谢 来 再见 再见啊 再见 年龄不是问题 身高不是距离 身体的残疾 并没有阻挡两个人相守在一起 希望他们能够坚守住自己的那份爱情 尽情享受这份平淡的幸福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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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 请 mnie 准备 床